人生如逆旅,我一时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女人越喜欢做这几件事,越容易被人高看一等,非常有远见。 一个人是否活得高级,不是地位有多高,金钱有多少,而是在别人心中的位置有多高,别人对你尊重的程度,就是一个人真正的高度。 作为女人,是否能够被人高看一等,不能只靠外貌,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,做人有分寸,给人留退路,知否终圣家祖母,虽然知道自己重度是康王氏所为,但王家和自己家是亲家。 现又把事情闹得这么大,若再继续追究,他知道,一定会伤了两家的和气,在朝堂之上,圣家子孙的师徒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,把对方逼到绝境,只能两败俱伤。 于是,他想放康王氏一条生物,不再追究,明蓝虽然恨不得当场要了康王氏的命,但他知道,祖母的做法是最好的选择,格局和胸襟,是一个女人层次的表现。 层次高的女人,动分寸,直进退,愿意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利益,吃点亏,害大家一个太平,人与人相处,有的人心有灵犀,有默契感,但是还有的人,可能与你性格不合。 处处对立,雄口莫追,凡事都不作绝,给对方流流余地,是一种智慧。 做人有份寸感的女人,在婆家能以退为进,用高情商与家人相处,邻里相处,会被人高看,获得更多的尊重,保持独立,将事业做出一番成绩。 我们不得不承认,一个女人有事业,在家里会更有地位和话语权。 刘童说,任何事情,不要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,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,否则唯一的结果便是措手不及。 女人没有事业心,依靠婆家的人生活。 就像是在云端上盖高楼,没有安全感,一点都不踏实,只有自己有赚钱的能力,让事业发展越来越稳定,有一定的积蓄。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才能更有底气,父母老去,不会再是你的庇护,还要依赖你,丈夫变心,想和你结束婚姻关系,离开他。 你依然能拥有稳定的生活,自力更生,活出自我,女人会散发出更强的魅力,女人,尊严和地位都要靠自己去争。 遗书说,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,只有我才会帮自己渡过一山又一山,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。 女人,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和事业,因为没有谁可以一直让你依赖,不要把自己想象成灾民, 只能停留在原地,发出原住的信号,等待救援,脚踏实地,走好人生物,和身边的人经营好关系,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爱,也能一生无悔,学会适度地打扮。 古人说,与把西湖比西子,但装浓膜总相宜。 如果把西湖比作西施,那么浓妆淡膜都是美不胜收的。 作为女人,七分靠打扮,三分靠天生丽质。 如果一个女人,有漂亮的脸,却没有神采意义的精神,也没有干净整齐的服饰,走到任何地方,都会被人排斥。 要是身上有气味,估计别人,都会捂着鼻子,远远地躲开。 当年,范里准备把西施送给夫差作妃品。 当西施人认真,真打扮一番之后,范里有些后悔了。 毕竟,看到如此美貌的女子,她怎能没有死心,据传,西施也有大脚的缺点。 为了掩饰自己的脚,她坐了长裙,还在腰间拍了铃铛。 走路的时候,脚步声听不到了,只有铃声轻轻在响,连西施这样的美女都要打扮。 更何况是平凡的人呢,当一个女人打扮一番之后,去见别人,这是对别人的尊重,也会添加几分做人的自信。 只是,被打扮过分,太浓的妆,反而令人厌恶,掩盖了天生的励志,常常安静的读书。 曾国藩说过,人之气质,由于天生,本难改变,为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。 女人和书搭配在一起,本是一道靓丽的风景,读书多了,不仅容貌可以改变,连说话的水平,做事的能力,相夫教子的态度都会改变。 南朝时候的苏晓晓,出生卑微,但是她喜欢读书,成为当时的名人,刘雨昕称赞道,女技还文明晓晓,使君谁喜欢清清。 此外,李商尹,李鹤,白居易等名人,都为她写诗,一个卑微的人,可以被大文豪赞美,这是何等的荣耀? 其实,读书人之间,都是英雄惜英雄,女人读书多了,也会有豪气,把那些不学无术的女人,远远地甩到后面,照顾别人感受的聊天。 情商高的人,会聊天,当一个女人,能够出口成章的时候,别人自然会对她高开一眼。 一句话,能够戳中别人的内心,还能排解别人内心深处的忧愁。 这样的聊天方式,就是如知己一般。 比方说,丈夫工作了一整天,妻子走到门口迎接她。 并且说您辛苦了,今天准备了你,最爱吃的菜,虽然话很俗气,但是主动热情的态度,会让人觉得温暖。 好女人,在家里会创造宾至如归的温馨,在家外,会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,言语的魅力。 改变了生活环境,保持与异性之间的距离。 古时候,在河南有一个叫乐阳子的男人,他的妻子非常聪慧。 在妻子的帮助下,他立志求学。 在乐阳子求学期间,妻子操持家务,孝敬公婆。 有一天,一个盗贼跑到家里,想要侵犯乐阳子的妻子。 如果不从,就要伤害其家人。 乐阳子的妻子,为了清白,文锦而亡。 当地太守之道后,为他举行丧礼,并赐予真意的称号。 女为月姬者荣,一个女人,除了自己的丈夫之外,不能和任何异性有过于亲密的举动。 清清白白的女人,肯定要被人高看,就像一朵莲花,可远观而不可泄弯,言行一致的态度。 很多时候,我们会发现,女人说好的时候,往往心里会想得不好。 这是女人内心的自我暗示,或者是摇摆不定的态度。 在心理学上,有一种自我投射效应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言辞。 得到别人的认同,还会把希望当成现实。 一旦出现了错误的判断,歪曲了别人的意图,就会造成人际交往的障碍。 因此,真正靠谱的女人,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,一定会说真话,并且一路千金。 只有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,才有可能说摇摆不定的话。 尤其是职场女性,欺骗客户,就是破坏职场规则,对自己和单位都没有好处。 比方说,客户订的东西,要求今天准时送到。 但是女人一边答应一边拖延,客户肯定会扬长而去,毕竟信誉就是人际交往的根基。 能够说一不二的女人,气场更足,做事干脆,充满魄力。 成年人的世界,每天一睁眼就为工作,生活知识缴的人焦头烂额。 作为女人,通常承担的更多,工作不敢松懈,家庭不能放下,各种琐事围绕身旁。 如果优柔寡断,不能及时处理得当,只会一件事未了,下一件又起,不断循环往复。 生活如同一团乱麻,简不断理还乱,活得胶着而又狼狈,很多时候,我们不是没有处理事情的办法,而是缺少干脆做事的勇气和决心,时常抱着等一等,看一看的心态。 期待事情自动出现转机,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,看过一句话。 做一件事情,不管有多难,会不会有结果,这些都不重要,即使失败了,也无可厚非。 关键是,你有没有勇气解脱束缚的手脚,有没有胆量勇敢的面对。 欲事不慌,做事果敢的女人,内心洒脱而笃定,显得格外迷人。 他们有想法,有主见,从不犹犹豫豫束缚住自己的脚步,该思考时不糊涂,该冷静时不冲动,出离事情,干脆又充满魄力,面对感情,敢爱敢恨,拿得起也放得下。 人生不会,引望而却不变好。 只有果敢洒脱的人,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,思想独立,懂得规划。 有句话说得好,玫瑰化的人生叫拼图,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。 玫瑰化的人生,如同抽盲盒,不知会抽中什么,更不知要去向何方。 有规划的人生,是井然有序的列车,或许中途会停,但终会抵达想去的终点站。 重庆与孩陈嘉宇而是,因双腿残疾,被学校劝退,家人准备照顾他一生。 陈嘉宇却另有打算,陈嘉宇开始博览群书。 长大后,被一家书店聘用,并凭借对书本的熟悉,成为金牌销售员。 可几年后,陈嘉宇选择辞职创业,身边人纷纷疑惑劝解,他还是坚持选择。 后来,陈嘉宇凭借自己的步步规划,开了一家印刷厂。 如今年营业额超过三千万,挥手望去。 陈嘉宇虽被命运苛待,但他却稳扎稳打走好每一步, 最终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,人一定要知晓自己想要什么,想过怎样的生活,才有正确的努力方向。 否则只是得过且过。 正如作家李小益说,你要自带地图,不必重复别人的路。 每个女人都该有自己的地图,规划好脚下的路。 去想去的远方,过想过的生活,如果你感到迷茫,彷徨,不妨暂且停下脚步,好好规划一下未来的路, 让生活平衡有序的延续,定会在时光中开出惊艳的花,散发出迷人芳香,注重博养,爱惜自己。 为了生活,我们时常忙于赶路,而遗忘了自己,不记得已有多久没在精致的护肤,多久不曾畅快地运动过,不知不觉,身体就日渐臃肿,皮肤粗糙发黄,头发暗淡无光,我们似乎忘了,曾经也想做个精致女孩,把日子过成美好的诗篇,美国名模卡门·戴尔·奥利菲斯。 84岁,仍活跃在梯台上,成为时尚圈的宠儿,她从不吃垃圾食品,每天做戏规律,坚持运动,无论多忙多累,都会注重皮肤管理,卡门对自己的疼爱,是她抵御率老的底气,这个世界很肤浅,不光只看个人能力,还看颜值和气质,一个女人若形象邋遢,眼神昏烂,很难被外界欣赏。 作家严格林在《天狱》中说,不管什么时候,都做一个不凑合,不打折,不便宜,不糟糕的好姑娘。 你可以颜值不高,但皮肤要有光亮,你可以没有S曲线,但气质一定要好。 生活好坏的决定权,不在于金钱多少和家庭美满,而在于你对自己的态度,你不爱惜自己,别人也不会宠爱你,你要对自己好,才能发出耀眼光芒。 女人啊,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,你对自己的疼爱,就是对生活的吟唱。 古人说,低下一寸,高看一眼。 真正能够被人高看的女人,不是趾高欺扬的,而是谦卑的,还常常主动低头。 她虽然有鹤立鸡群的励志,但还有谦卑为人的态度。 比方说,董卿在采访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时候,三次下跪,让自己比坐在轮椅上的翻译家低一点。 其实,能够被人高看一眼的女人,也许没有很好的家庭条件,没有办法天天打扮,但是她很爱干净,给人特别的贵气。 其实,能够被人高看一眼的女人,也许命运不会太好,精力会很复杂。 但是她做到了喜而不语,苦而不严,一直在魔力中成长,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讲道德,守底线,会沟通的人。 一个女人,想要被别人高看一眼,首先是提升自己,拥有被人高看的资本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未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